特斯拉第四代电机国内工信部正式备案 这意味着终身寿命的电机完整体正式进入国内 最可怕的还不是它全生命周期的设计 而是相比第三代电机成本要降低到可怕的50% 之前3月的视频讲过一次新电机国外的一些变化 带大家再回顾一下三代电机和四代电机的核心区别 欢迎进入陈峰特斯拉硬核频道 工信部公式的4D1和4D3的220千瓦第四代电机 大概率会跟这台德克萨斯工厂的四代电机一样 整体采用齿轮结构逆变器电机三大套件组成 转子结构也跟第三代一样 投资者日上最新版本的电机发甲钉子的图片 就是第四代电机的原图了 抛弃了传统电机人工捆扎铜线的步骤 全部改为自动化制造 滤清系统采用了与电机外壳一体式的桶式机油滤清器 不再需要更换滤芯 老马之前说过电机要做到100万公里终身寿命 这次新电机的迭代好像已经做到 投资者日上电机领域的学霸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特萨拉要把电机的2万成本砍掉一半 这次四代电机的到来 搭配墨西克工长的model小车型 特萨拉是不是又要回到 我们喜欢的那个爱降价的年鱼呢 对